我現在懷念喝維他奶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我很懷念喝維他奶的時候 這裡好像有一個X-Man 有組織培育超能力的小孩 那裡是修道院 所謂修道院 我想是類似天主教、東正教那類修士那類 大家看著這裡 對完全正確是別人告訴你的媽 或者你是自己知道的 我遇到一個你這樣的小男孩 他叫作馬可,是他說的 他也是寶加利亞人 是寶加利亞一間修道院 其實不知道現在還存不存在呢 到底在哪裡呢 曾經在這間修道院學習 我來這女就是為了找他 你見過他嗎?沒有 但我記得他,伊凡說 伊凡就是那個小孩 即是其中一個有超能力的小孩 那我們繼續看看 我沒有見過他 但我心裡感覺到他 即是什麼Telepathy 心靈感應 可是現在我感覺不到了 我有不清楚到底為什麼 你覺得他去了別的地方嗎? 我問 不知道就是感覺不到 即是他感覺不到 伊凡 馬提亞修士說 這個修士說 他好像 Charles Xavier 收留了一群小孩 個個有異能 但因為他們有異能 他們不只是有超能力 他們的性格都會被人覺得 性情很古怪 很難明白 小孩子是這樣的 他有特殊能力 於是這個好心的收視 就收他們為徒 你想不想替尖武師表演 也許折彎金屬吸他汗 伊凡點點頭 即是讓他表演 不是說不准你表演 不准你 你一定要收藏你的特殊能力 這樣 馬提亞修士從桃子中 逃出一把湯匙 我看看他是不是 即是他隨身攜帶餐具 以便隨時請孩子展示靈力 我想一下 是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也說 身上戴幾十把 餐刀 叉 那些 給別人示範你的超能力 然後伊凡點點頭 馬提亞修士從桃子 他拿了一把湯匙出來 大家知道 之前讀了 他走到房間的另一端 把湯匙放在一個桃子大碗底下 然後他回來 坐在沙發椅上 我們一直在讓伊凡練習隔空折彎金屬 他是故意教他練習 不是說就這樣修養他就算了 即是你自己自生自滅 不是 是教他們怎樣去練習 練習去增強和控制他們的超能力 我也想去看看 老實說 馬提亞修士對我說 也就是說 我們要在他不實際觸碰觸的前提下 折彎湯匙 我們從小樹枝開始練習 並且是放在隔壁的房間 看東西了 一開始是很困難的 伊凡做不到 但是當他明白自己和物體的距離遠近 無所謂 截斷樹枝就容易一些了 我之前也是不小心弄斷樹枝 不過我當然不是用念力 我是用手 沒有他那麼厲害 可能以後有也不頂 不知道 如果我是這樣訓練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隔壁 即是隔壁取物那些 隔山打牛那些 好像神跡神通之類那些 不過我都應該不會是公開表演的 否則可能很短命也不頂 真的不知道 我們最近才回頭使用金屬 目前的成績已經相當不錯 然後他又向伊凡說 準備好了試試了嗎 他已經折彎了 伊凡說 你不可能這麼快的 馬提亞修士說 但我知道伊凡所言屬實 因為他折彎的時候我感覺到了 他的眼神保持不變 但我感覺到他發出能量 嘩能量是有得感知的 原來我幾乎可以看到能量移向 蓋著當湯匙的大碗 我又注意到先前沒有過的體驗 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在幻想 但我覺得自己看穿了大碗 我似乎親眼目睹湯匙折彎 彷彿我有透視眼似的 馬提亞修士走向桌前 揭開那個碗 我看看他說 拿起了湯匙 湯匙不僅折彎 而且扭曲至少三次變成螺旋狀 即使攝行了一雙手 我也不能使湯匙變成那樣 嘩真的很厲害 我信不信我當然信 我堅信這些存在 所以我一定會尋求 有些人半信半疑地去找不到 真的